第十五題 陳上題 阿旭跟阿琪看了上面的實驗後 討論者實驗桌上的玻璃瓶內壁附著的黑色物質 爭辯這句話 金屬鈉在二氧化氧中可以燃燒 所以燃燒不一定只發生在空氣或存氧中 關於此敘述的判斷及解釋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從實驗中已經看到了 鈉可以在二氧化氧中燃燒 所以諸說敘述錯誤 燃燒都需要氧 在二氧化氧不會燃燒 當然就是錯的 那我們看到說鈉跟銅一樣都是金屬 所以無法燃燒 當然也是錯的 因為這跟活性的大小有關 銅的活性小 所以基本上它沒有燃燒的現象 看不到燃燒的現象 但是鈉是可以有燃燒現象的 這也是錯的 那麼我們剛才講過了 這個它是因為氫毒了 鈉氫毒了拿走二氧化氧中的氧 並不是所謂的鈉跟二氧化氧反應之後產生氧氣 所以B的敘述也是錯的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正確答案 應該選擇是A 因為鈉的活性大於碳 可以二氧化氧反生產生碳力 因為它把二氧化氧氧搶過來 把碳給置換出來的關係 事實上我們要曉得燃燒 不見得是要跟氧作用 廣義的燃燒的意思是 劇烈的化學變化 產生光氚熱就可以叫做燃燒 所以呢 比如說鈉可以在氯氣裡面燃燒 因為它會劇烈的反應產生氯化鈉 所以不見得燃燒就一定要有氧氣 只是我們在國中的時候 我們討論通常就限於氧化作用 劇烈的氧化作用稱之為燃燒 就是我們的第15題 我們答案選A